娱乐圈有很多明星看上去都是非常华丽的,尤其是一位动作片明星,在电影中的打盗。 不过今天说的这位明星,在娱乐圈名气不是很大,但是给刘德华做了十年的替身,相信很多人对刘德华应该都是很熟悉的,毕竟刘德华在娱乐圈已经出道三十多年了,一直都是保持一线巨星的名气,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刘德华。 而且,刘德华不仅仅是唱歌,还拍了很多经典的作品,但是刘德华也是有自己的替身的,毕竟有的一些动作不是自己的能够完成的,需要替身来完成。 今天说的这位明星就是刘德华的替身,他叫杜一恒,虽然现在名气不是很大,但是在娱乐圈也是想有成就了。 在娱乐圈有很多替身一辈子也只是替身,根本就没有露面的机会,而杜一恒还是靠自己的努力,慢慢的在娱乐圈有了一些名气。 杜一恒很喜欢刘德华,所以在没有出道之前,一直都是模仿刘德华参加一些比赛。 后来在比赛中认识了刘德华,而且还被刘德华看中,让他当自己的替身。 作为刘德华的替身,杜一恒也是很勇敢的一位明星,什么危险的动作都赶上,而且后来成了刘德华的专用替身。 他跟着刘德华一起工作了十几年,在娱乐圈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人脉,而且也有一些演戏的机会。 而且大家都知道,刘德华对自己身边的人都很好,所以有什么合适的工作,就让杜一恒去做。 就这样慢慢的杜一恒,在娱乐圈名气一点一点变大,后来,他自己在娱乐圈开始出道,而且现在杜一恒还不太好。